大家好,我是Mr. Manso, 今天會來跟大家講 HKDSE 2018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ction 8, Question 27 請來畫面的訊息如有需要, 細心閱讀 OK,我們會講Circle Equation 最簡單,我們從Standard Form講起 畫面上的展示,我們在Standard Form裡面 可以推到一條叫General Form 有興趣的,就在Postra面看得到 最重要的就是知道那兩條公式是怎麼來的 就是Center,有Center的公式, 負D over 2,負E over 2 以及Radius,這些應該是意有知識 OK,第27條,它就給了一個Circle Equation 我們現在這一刻,我們就不可以叫做General Form 因為X²的CoEfficient和Y²的CoEfficient都不是1 那怎麼辦呢?全式除以5 OK,那我們出了General Form 一出就簡單了,Center一定錯 因為我們計算的Center就是3-1 就不是他題目裡面說的Option D,15-5 好了,接著我們畫了原心之後 其實很快判定兩件事都是錯的 就是AB兩件事都是錯的 為什麼呢?我們首先計算半徑 半徑是小過3的 那就是說,由G這一點 走2.97,即是一個不夠3的數字 它碰到也碰不到Y軸 那它就不可能在OptionA裡面說 哦,這個圓形就是在Cordion2裡面出現 Y軸都碰不到,怎麼去到Cordion2呢? OK,如果你忘記了Cordion1,2,3,4 我看一看你,正X軸,負X軸開始數 就是Cordion1,逆時針,Cordion2,Cordion3,Cordion4 OK?那我通常都教別人 Cordion2我怎麼想想 就是正Y軸和負X軸的位置 OK? 好,那B不用想了 B是錯的 那A,你也知道 它都碰不到Y軸 那它更加不可能碰到 或者是令到那個Origin在C裡面 OK?那既然沒有可能 那A,B也沒有可能 其實C已經是答案來的了 不過我畫面上都展示了給大家看 那我計了一架 那個Origin,O,G 距離就是大個Radius 數值上高的表達 那為甚麼C又會對的呢? 大佬,Circumference就是2πr,好嗎? R我就計了8.8 那為甚麼我保留著8.8在畫面上高呢? 因為我想用真值去計 最後才做個Rounding 那個Rounding是18.6 是小過20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C 多謝大家 好,2017那一條Circle Equation的數 就牽涉到這個Permatical by Setter 有興趣可以看看 第27條,2017 至2016 跟我們這一年比較像的 大家都有27條 有興趣去看看 2015那條是有趣的 玩Special Case的 你要去看看 它剛剛好碰到Y軸 即是圓形可以觸碰到Y軸 簡單一點 Y軸就是圓形的Tangent 當年還有Method 2 值得看 2014就是找Announce的 有興趣去看看 26條 13那條 甚至乎是有一點 到底它是在Inside 或者Outside 或者On the Circle 13那條 甚至乎會牽涉到Tricorometry 好,我們後面還有一個Reference Page 剛才我們開頭的Reference Page 就是由Standard Form 去General Form 其實由General Form 可不可以反過來 去Standard Form 一樣可以的 畫面上都做了給大家 有興趣可以Post畫面研究一下 有什麼問題找我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d是 效果的話麻煩你幫我分享出去 這些經文是送給大家的 我只能夠教到你少少的知識神 教你的生命 有緣的在劉華市第一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拜拜 多謝大家,拜拜